之前金星在节目中爆料 说当年《每人心记》里面的一名女演员 曾要求导演给自己的狗开一间500块钱一晚的房 金星表示当时导演住的都是110的房间 听到女演员的无理要求 导演直接反问 自己难道活得还不如一条狗吗 没想到女演员却立马撒泼打滚 还说对导演是歇斯底里 不同意 不让我狗住500元一间的我就不拍了 当时《每人心记》剧组的所有演员 都和导演一样住的是100多的普通房间 这个女演员刚开始自然也是被分配到了固定的酒店 后来她这么一闹 导演只好给她找了一个800块钱的酒店 但是当时那个酒店是不允许带宠物入住的 当时女演员还发脾气 怒斥什么破酒店 还不让带宠物 之后她又要求导演给她换一个能带宠物进去的酒店 导演也不是闲来无事 只为她一个人服务的 刚开始还是对她好言相劝 让这个女演员将就住着 之前那个100块钱的酒店 那个酒店正好也可以带宠物进去 但是女演员还是事不罢休 又说自己住那个酒店也可以 但是导演必须给她的狗和助理 再重新各开一间房 她说其他演员和助理都是一起住的 女演员实在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这下导演实在是没有耐心了 直接就跟女演员放了脸 反正你的角色也没拍多少呢 你要是不想拍 我可以考虑换人 这个女演员一听自己要被换人了 立马就变乖了 再也不敢和导演挺要求的 反而还上赶着讨好导演跟导演说好话道歉 俊兄虽然描述了当时整个故事 但是并没有透露这个女演员的名字 不过从导演刚开始的态度来看 这个女演员的看位肯定不低 不是女一就是女二 要不然导演连话都懒得和她说 人怀疑这个女演员可能就是杨幂和林心如之一的一个 林心如睡女一号 杨幂又是小童星 角色也算是比较重要的 不过杨幂好像没有眼过过 倒是林心如一直嚷嚷着喜欢狗子 不知道当年那个无理启道的女演员是不是林心如呢 对此您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感谢观看